万庆兰的两条点钢穿 一左一右挡住了徐天宏的单刀铁拐 他没想到啊 徐天宏这个单刀是石坎 这个铁拐却是虚的 眼瞅着他这个铁拐突然间望上一翻 搬他脑袋砸来了 这可把万庆兰吓出了一身冷汗 为什么 他两只手拿着铁穿都站着呢 再没有手了 这个铁拐翻上来笨脑袋砸来了 万庆兰当时着急心想 哎呦我要再长一只手多好 那是三只手能成小偷了 话又说过来了没有长三只手的 这个万庆兰一看这铁拐来了 肯定要接只能用脑袋接了 脑袋要一接脑袋碰上铁拐 肯定得两半 但是为了求生心急 这个万庆兰下意识的来了个动作 这叫铁板桥 唰他身子往前一挺 脑袋往后一扬 您还别说 就这一招啊 把他这铁拐还真给躲开了 嗖的一下子 这铁拐带着风就过去了 那边 这铁拐子张晋 一一敌三 正打得热闹呢 孟建雄就说了 建刚 你快去 守住庄门 别再让人进来 这张晋的狼牙棒非常的沉重 这狼牙棒舞动起来是带动风声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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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高祖父 你的老太爷们就没有驼子吧 他们要是驼子的话 你就是驼子的孙女 驼子的后代 他这一边打着嘴里也不闲着 这个功夫 张晋使出了平生的力气 跟他们就拼起来聊 周琦和孟建雄两个人合力抵挡 安建刚 这个时候奔出大厅 老爷子周中英在旁边说了 大家住手 听老傅说一句话 孟建雄和周琦立即退出了术步 可是徐天宏呢 也退了一步 徐天宏这个人背景还比较冷静 他喊了一声 实地 住手 他喊实地住手 他说的就是张晋 可是张晋呢 此时此刻一点也不理会 抢上 还打 徐天宏正要上前阻止 他哪知道这个万庆兰突然在背后 轮动这个铁川就打过来了 徐天宏没有防备 这身子往旁边一缩 这铁川已经扫上他的肩头 邦的一下子 他当时觉得又痛又怒 一个亮枪 好啊 铁弹庄 你们诡计多端 他可不知道这个万庆兰不是铁弹庄里的人 他以为这个万庆兰也是铁弹庄的呢 老爷子叫大伙停手 他以为用这个招谎骗他们 本来他是冷静持重的 但是突遭暗算 愤怒一场 左肩受了伤了 这铁拐也不能使了 只有右手拿着单刀 又跟这个万庆兰狠狠的搭起来 少了这个铁拐的戒势啊 单刀稍稍显得轻了点 使起来不得顺手 已经不能再站上风了 同兆和站得远远的 他指着落兵 嘴里边刀刀念念的 不知道他说什么 说的什么呀 说的占便宜的话 但是呢 打得这么乱 大伙也听不清楚 这骆兵手中只剩了一口飞刀了 这一口飞刀 他不肯轻易甩出来 挺着这口刀就追过去了 同兆和站着腿脚临面 在这个大厅里边 他绕着这个桌子椅子 跟着骆兵来回乱转 骆兵这一追他 他跟着这么一转 他自个心里边觉得还挺得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见骆兵长得漂亮啊 这么个漂亮女人追他 他自个都觉得很美 一边被追着 一边嘴里边还在说 哎 我说 你别这么凶 我跟你说吧 你丈夫他早死了 你现在已经守了寡了 你不如乖乖的 改嫁吧 就嫁给我吧 嫁给你佟大爷 他这句话一出口 骆兵 关心的是文太来他的丈夫 一听说他丈夫死了 哎呀 这骆兵 真如同是五雷轰顶一样 脑袋力是觉得嗡的一声 眼前一黑 他轰过去了 同赵和一看他跌倒了 这同赵和马上就过来了 哎呦我的宝贝你别生气 他刚往前一走 老英雄周中英在旁边看见了 当时是气一往上来 心想这个流氓 他举起金背大砍刀朝着这个落冰 他就奔过去了 他本意呀 是想阻止同赵和对落冰无礼 他可哪知道啊 这个举动是误会上又加了误会 只听见门外有一个人大喊 你敢伤我四嫂 我跟你拼命了 就见一个人手指双勾 上下两路 一勾奔他的咽喉 一勾奔他的小腹 哎呦 邪式带风 直接奔着周中英就扑过来了 周中英一看此人 面目英俊 伸手交剑 心中现有一股好感 他把金背砍山刀一横 是举刀倾挡 后退了半步 请问 尊家是哪一位 先通姓名 那个人不说话 扶下身来看落冰 此时他一看落冰啊 脸色像白纸一样 气若犹思啊 赶忙的他把这落冰就扶起来坐到椅子上 捡起地下的鸳鸯双刀 放在了他的身边 这个周中英呢 也没跟着动手 他在观察着这个人的举动 就在这个功夫 忽然又听见外面有人喊声乌雷 而且又铁气相撞的声音 定个烫 定个烫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看这安建纲 败进来了 紧跟着就追进一个人来 这个人 又肥又高又壮 好像一吨铁塔一样 手里边拿着钢鞭 这个鞭身甚是粗重了 瞧这个模样 少说这鞭呢 也得有三十来斤一饼 安建纲呢 不敢以单刀去硬碰 这个边是重兵器 单刀是软兵器 碰上他会要吃亏的 这驮子张进就说了 哎呦 八哥九哥 今儿个不杀光的铁弹装的人 咱们跟他们就不算完 这胖子 就是红花会排名第八的 号称铁塔 叫杨成鞋 刚才使双钩的 那个面目英俊的人 是排行第九的 外号叫九命锦豹子 魏春华 为什么他们都叫这个名字呢 凡是逢到江湖上 斗殴 打斗 对抗官兵的时候 这个魏春华 总是不顾性命 望上冲 一生所遇到的凶险 可以说不计其数啊 哎 但也怪 你别跟他遇到了不少的凶险 他连一次重伤也没受过 所以 别人就说他有九条命 这两个人是红花会 复原的第二波 倒在铁弹庄的时候 已经是午夜了 一看庄门口 火把同名 重庄丁守着兵器 如临大敌 魏春华上前就问 说红花会 姓杨的姓魏的 前来拜见 铁弹庄的周老英雄 请弟兄们往里面辛苦同报 安建刚一听是红花会的 这里面正打得热闹了 怎么这又来了援军了 可不能再放他们进去了 马上吩咐首下的庄丁 放箭 二十几名庄丁 弯弓大剑 一排排的剑就射过来 剑如飞黄 魏春华和杨成邪一看 什么话也不说就放箭 当时这二位就急了 挥动兵刃波打凋零 魏春华 不顾前面是刀山剑林 他也敢冲敢传啊 一阵风一样就冲进来了 重庄丁一看 这个好家伙太厉害了 人家一冲进来 这庄丁们也都软了手脚了 来不及关闭庄门 已经被他直闯进去 杨成邪跟着就进来了 安建刚挥舞着刀 在前面拦挡 可是这杨成邪身材高大 气度威猛 钢鞭打出来是虎虎生风 安建刚不敢应驾 使刀跟着鞭一碰 这就有点手切 杨成邪的钢鞭横扫千军 用力一来 唐的一声刀鞭相交 安建刚啊 这虎口真烈 单刀是脱手飞出 搜一下子 刀飞了 这杨成邪 不愿伤他的性命 等他往后退走了 所以举边就打进了二门 他不认识这庄中的道路 黑暗之中听见声音 他是寻声找路 安建刚呢 又找了一把刀 翻身又雷拦截 这回可是加倍的小心 但是对打没有几个招命 又被杨成邪的钢鞭打上了刀背 啪的一下子 这单刀当时啊就弯了 成了弯弯刀了 安建刚 昏吾着取刀 护着自己的身子 一边打着一边往下退 就退到了大厅了 杨成邪举边是迎头击去 安建刚是急忙锁身 随手他掀起了一张桌子 想挡他 这桌子一角 当时碰着他那边了 啪啪一下子 这桌子角就给打掉了 暮穴四溅 周中英在旁边看着 心里边暗暗的佩服 哎哟 心想 怪不得红花会声势浩大呀 他这会里的人物 果然都是武艺惊人呐 眼看着安建刚满头大汉 再想跟人家对打 恐怕就要命丧他的边下 所以老爷子纵声高喊 哎 红花会的英雄们 听老父说句话 他为什么要说句话呀 他觉得这里边有了误会了 我对你们红花会并没有仇怨 你容我把这个事说清楚 可是现在已经打乱了套了 已经打热了 没有人听他说话 这个时候魏春华已经把这徐天宏 剃下来了 正跟这万庆兰猛斗 他跟杨成邪一听说周中英叫喊 要听他说句话 这个手势稍稍缓下来一点 徐天宏在旁边大叫 留神 别上当 徐天宏心想 刚才我已经挨了一川了 哎 你们注意点 话声未必 这个万庆兰果然举穿 向魏春华就扎过去了 他唯恐铁胆装跟红花会 要连成了一气 这就不容他们有说喝的机会 这个万庆兰这小子坏啊 他跟这个同兆和两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他知道 现在红花会的人来了 辨不清他们俩是哪拨的 所以他们两个呢 给他们搅和的有点乱 哎 我们趁着这个乱 咱就来回的打吧 我们想从中 想得点渔翁之力 魏春华一听徐天宏这么一叫 一喊 已经有了防备了 一看敌人的兵器功到了 他竟然是悍然不退 反手出钩 以攻对攻 万庆兰一看 他不顾性命这么干 当时就吓了一跳 忙把这个铁川 回来就招架 他可不知道 这位是九命的紧包子 九条命都没死 所以这个人是玩命来的 徐天宏这个时候 手指着老爷子大骂 哎 江湖上说你是铁丹州 是大人大义的好朋友 哎呀 我以为真是那么回事了 现在我一看 全不对啊 你这个老家伙是阴险毒辣 你暗示诡计 这算什么英雄好汉 周中英明明的知道 他们是误会了 但是此时此刻 他一说这个话 这老头也有点上火 也有点怒气攻深 老头就说了 你们红花会也算是 欺人太甚了 啊 说着话 把你长袍一撩 往袋子上一叶 建刚 你退下 让我来逗逗 这些成了名的英雄豪杰 安建刚往后退了几步 周中英上前说 几位朋友 尊姓大名 杨成邪一看 他胸前白须飘动 安想 这个老头 恐怕不是一般人可能比的 当时 他抱拳说了一声 在下铁塔杨成邪 这个时候 骆冰在旁边已经醒过来了 骆冰刚才听人说的 就是听那通道和说 文太来死了 所以他醒过来之后 这个事还得记着呢 听他这一报名字 骆冰在旁边就说了 八哥 你还客气什么呀 这个老匹父 他把四哥给害死了 这句话一出口 徐 杨 魏 张 这四个人 全都是又惊又悲呀 魏 纯华 这个时候撇下了万青兰 翻过身来 就扑到了周中英的面前 双钩如风 直扑到他的怀里来了 这周中英 手中把大刀挺立 把他这个双钩 给反弹出去了 这刀一碰到钩上 这钩崩回去了 你要知道这个金被砍山刀可是重兵器呀 那钩背竟是短兵器 这一碰 魏 纯华就觉得自个心里边这个气都有点短 呦 魏 纯华心里想 这个老家伙看来是有点内功 出手很厉害 但是这魏 纯华是有了名的不怕死 一点不退缩 又攻上去了 那边 这驮子张进 双战孟建雄和周琦 早已经打得是难解难分了 安建刚啊 在旁边呼呼的喘气 干什么 累坏了 举着袖子擦了扎额头上的汗水 挺刀上前度战 杨成邪挥舞着钢鞭 敌住了万庆兰 徐天弘一看这厅里边恶斗情况 这驮子张进 一个人占三个 虽然感到吃力 但是并没有见败 那边呢 魏春华却有点招架不住了 老头周中英 这口大刀 有好几次 应该说魏春华就不行了 但是周中英刀下留情 因为周中英想到 背景跟这些人 并没有夙愿仇恨 但是对方呢 毫不退缩 老头就想啊 你这个年轻人可真有点不识好歹啊 我对你手下留着情的你感觉不到吗 所以这个大刀把一个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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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那个左手勾震的 差点给崩出去了 徐天红一看 周中英是刀法精气 功力深战 数招之后 魏春华已经不能敌注他了 蒙挺单刀过去驻站 两人打一个 两人打一个 还觉得有点吃力 那毕竟这个周中英是有名的铁胆庄主 铁胆周啊 要是没有两下的能得到这样的外号吗 周中英年纪虽老了 但是金被砍山刀使出来是白光闪闪 一招紧刺一招是一刀快刺一刀 越战越勇 徐天红一看 不能取胜 马上喊一声 五哥六哥 你们来了 好 快放火 烧他的铁胆庄 说五哥六哥 这五哥六哥来了吗 其实没来 他这叫虚张声势 红花会排行第五和第六的 就是那长鹤制 长伯制 就那两调刻 白不长黑不长 这哥两个其实没来 他们来了没有呢 是奉他们总舵主的命 来了 并没有到这来 他们到三道沟啊 去查探京城里边 来的那些公差的行踪去了 可是他在这虚张声是这么一喊 铁胆庄里面的人 果然大伙都为之一惊啊 周中英 吴亦中 一听说要放火烧庄了 可能还有人来 老头这么一分神 差点中了魏春华一钩 老爷子当时 彻步翻身 把这个大刀一举 来那个三娘开台 连环三招 把徐卫两个人 逼退了树部 纵身奔到厅口 他要出去啊 拦截放火的人 可哪知道 这个魏春华 无影随形 紧跟在后 人没到呢 这钩先到了 你看钩 你看钩 照他后背 接连着就砍 周中英 大刀一转身 听唐 就磕挡他的双钩 进手横砍 右足贴地 一个钩扫 刷的一下子 这么一扫他的功夫 他可没想到 这刀里边 感觉还夹了一掌 没有说耍大刀里边 带掌的 这老头 横着那么一扫子 这个刀 从他头上一抹 他一提头 老头那个掌 就在这个刀的下头 偷着掏出来了 手从刀杆 下边这么一推出来 呜的一下子 这一掌 就正给打到魏春华的身上 这一掌打上 给魏春华打得倒退了三步 登登登 还没站定呢 又补上了第四步 这个时候魏春华心想 这个老家伙 他可真厉害 使大刀里边带掌的 他把双钩一百 又上来了 周中英一看气坏了 周中英当时一边打着 一边嘴里边说 我说你这小子 我跟你又没有杀父之仇 又没有夺妻之恨 你为什么苦苦的相逼 我已经长下留情了 你也该懂得好歹 魏春华就说了 我告诉你 你杀我文四哥 我仇神四海 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是打不死的 九命紧抱子 你知道吗 我没个死 口中说着话 这手上可是丝毫不留情 周中英一看这个人 整个一个年缠 老头心想 你叫缠不完 我就跟你赔到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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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